請接台 搞六科技中心 讚 108年新科綱實施 未來的重點是科技資訊領域的教學 而在這個部分我們成立製造中心 不是只是為了抖六國中而成立 是為了雲林縣而成立 尤其是為了雲林縣的大抖六地區而成立 所以從去年10月陸陸續續經費設備陸陸續續進來 我們其實已經辦了整個抖六地區 非常非常多場次的教師研習 包含其他國小到我們學校要來的科學體驗課程 我們未來是朝向為了培育未來整個雲林縣 整個大抖六地區的師資 能夠帶領我們孩子能夠擁有最新的科技 操作實作的能力 包含程式設計 包含手工製造 包含數位邏輯 而抖六國中基本上以三大主軸來發展 我們的國一是以手動木工製造 到了國二要做基電整合 要做基電整合 到了國三要能夠做數位邏輯程式設計 然後接著機器人很多的設計 抖六國中這一次抖六製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的整個 都在我們抖六國中來設立 今天是個街牌儀式 也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希望三海區都能夠平衡均衡的發展 所以這一次今天是屬於三區第一所製造教育科技中心的一個街牌 那象徵著什麼 象徵著我們希望推動數位教學 落實因才施教 那甚至我們要希望的孩子 不要跟都回去的孩子 有更多的數位裸差 我們希望縮短程強差距 也縮短數位裸差 所以呢今天這個製造中心 有四大主軸 那四大主軸當中 第一個傳統工藝 第二個數位製造 第三個呢也就是整個邏輯運算 第四個呢就是不創新設計 我想在四大主軸的這個理念之下 我們也全力推動十二年國教 在整個科技領域裡面的一個教育理念 所以呢我們今天啊 特別感謝抖六國中啊 能夠承擔起這個責任 那未來我們還會在很多國中 我們繼續的希望都能夠 教育都能夠到位 我們的數位科技也都能夠到位 那所以等一下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觀 那我們希望除了透過這樣的一個科技教學 培養孩子 針對這個科技領域的一個興趣之外 那擴大你的這個視野 那甚至有實作操練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在在希望我們孩子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我們要拉近這樣的一個距離 我可以看到的 我可以知道 可以讓我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